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0年1月20日 我们继续显侃赴美生子 有一个小小的变化也跟大家说一下 喜马拉雅APP无理由下架了我的显侃赴美生子专辑 看来他们也不缺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自媒体 接下来所有的显侃赴美生子的节目 大家可以在蜻蜓FM、iPhone的播客 也可以在B站 以及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网站上正常收听收看 那只要在这些网站或者手机APP上搜索 显侃赴美生子或者罗宾大叔 就可以找到我的节目了 今天想来讲一讲 赴美生子必不可少的签证这个环节 俗话说顺利的签证都是相似的 不顺利的签证各有各的不顺利 当然这是说效 就是我们在申请美签的时候 万一被拒签了 那我们后续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我相信也困扰着很多的小伙伴 毕竟美签的拒签率也真的不算太低的 尤其有像我们打算赴美生子 并且已经怀孕的家庭来说 肚子真的是不等人的 不可能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再次申请 怎样在有限的时间窗口 尽快的再次申请签证呢 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那首先还是想重申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我觉得也很重要 想跟大家再说一遍 不想要交智商税的听众小伙伴们千万听清楚 就是拒签吊档 拒签查原因等等都是骗人的 属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那种 那这些商家呢 就是趁着你被拒签以后心态不稳 趁机再咬一口那种 罗宾大叔呢 也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千万千万不要再拿着所谓拒签吊档的那个PDF文档 给我看了 我实在是不想置评 谢谢各位了 好了 那首先被拒签了以后呢 建议先冷静的退出领馆 不要大吵大闹 也不要痛哭流涕 先冷静的退出领馆 摆脱在领馆门口那些拉客的黄牛大妈们 找个安静的地方 或者回到家里 尽快的回忆一下 整个面签流程当中的所有的细节 越详细越好 这个对于分析拒签的原因 以及后续二签的策略 需要补充准备的材料 以及二签面签时 所需要注意的重点呢 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想清楚 回忆清楚 千万不要先怨天尤人哭天抹泪的 隔断时间你等到记忆模糊了 想不起来了 或者想不完全了 那个时候就毁之晚矣了 如果你二签希望罗定大叔来办理 来帮你提高翻盘的通过率呢 这些信息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也会问你要的 有人可能会问了 你不是说查拒签原因 拒签吊党都是骗子吗 怎么现在又说到拒签原因了呢 那这个值得好好说一说 首先拒签的原因 它是客观存在的 即使有些签证官 看似它是无理由的拒签 总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循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回放面签的过程 来还原和分析出来 大致的一个拒签方向和理由 而所谓的查询拒签原因 拒签吊党的 则是打着有关系 有门路 有熟人的这些名号 纯粹就是骗钱而已 查出来的这些原因啊什么的 就像算命一样的 给几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啊 反正你也无法分辨真假 反正钱呢就被骗走了 那这上面的话题啊 回忆完了面签的过程 分析完了可能拒签的原因和理由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算一算 自己还有的时间有多少 自己时间窗口还有多长 如果是已经怀孕的小伙伴 那赶紧算一算 离预产期有多久啊 自己还能在这段时间里面 申请几次每签 申请几次乘识签 那是否要同步申请一下 加签以防万一啊 这些事情都要考虑起来了 千万不要在怨天游人当中 浪费了本来已经不多的时间 一定要抓紧时间 那没有怀孕的 可以稍稍的松一口气啊 因为时间还有 还比较充裕 但是呢 接下来的二签 个人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二签还是被拒呢 那每签多次被拒签的记录啊 确实对于将来的每签申请 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那如果多次被拒签 那再次被拒签的可能性 也是比首签更大的 那如果一签的时候 你有哪些准备的不充分 比如说行程不知所云 没有准备好 没有写好 表格填写的时候呢 填得三心二意 乱七八糟 让签证官也看不懂 或者呢 该带的资料没有带权 签证官问你要这个 没有 要那个 也没有 或者呢 回答的时候前言不搭后语 前后逻辑不通 前后甚至有矛盾的 那这些没有准备好的东西呢 这些问题啊 都要在二签的时候 都要仔细 全面的加以 实意补缺啊 千万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 不然呢 可能又是一个拒签等着你了 其实很多人呢 就是在一签的时候啊 迷之自信 觉得自己肯定能过 结果呢 准备的不充分 或者过于的自信 过于的自大啊 结果呢 被拒签了 然后就当头一棒 就灰心丧气了 觉得这里也不行 那里也不行 其实在我看来呢 无论是刚开始的时候的 迷之自信 还是被拒签以后的灰心丧气呢 都是有失偏颇的 每签的申请呢 是一个综合评判的过程啊 包括你自身的实力 事前的准备 以及签证官 它的主观判断和偏好呢 都是决定签证 通过与否的一个组成因素 也许呢 你准备的很好 但是缺了点运气 被拒签呢 也是有可能的 只要不是恶意隐瞒 或者说谎导致的拒签呢 二签其实都是有翻盘的机会和可能的 大可不必灰心丧气啊 那至于前面说的 是不是要同步申请一个加签以防万一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值得考虑的一个方案啊 毕竟时间有限 如果是怀孕的话 那等到美签 如果万一被多次拒签 再退而求其次 想申请加签呢 可能时间就不够了 你这个肚子就太大了 或者说预产期临近 压根就不够申请签证去加拿大了 毕竟呢 万一不能去美国生 拿老鹰护照 去加拿大生 拿枫叶护照呢 在我看来也是不错的啊 作为世界上为二的 落地国际的发达国家呢 加拿大也绝对值得去生的 如果去不了美国的话 我觉得推荐去加拿大生 第三个问题 可能大家也会很关心的 有很多人上来就问这个问题啊 就是拒签以后啊 隔多久申请二签比较好 那先来说一下 理论上最快的时间啊 就是被拒签当天的隔天 就是第二天呢 就能重新申请了 也就是说从规则上来讲 美领馆看来呢 原则上是不需要时间间隔的 你随时都可以申请 今天拒签 明天就可以重新申请了 但是啊 会不会拒签了以后 马上申请二签啊 会有一种特别急迫的感觉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和判断了 其实和二签的时候 它的签证观 它的关系比较大 那有的比较在乎这个 有的呢 压根就不在乎 罗宾纳书的建议啊 这个二签隔多少时间去申请啊 我建议是以自己为主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如果确实时间很紧 那建议呢 这就直接二签 如果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呢 可以隔一段时间啊 甚至在此期间的刷刷出镜记录什么的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并不是二签是否可以翻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大家其实不必太过在意的 那最后一点呢 如果在被拒签以后 确实感觉很茫然 很无助 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需要一点第三方的帮助和指点呢 那就赶紧联系罗宾大叔咨询吧 这点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 好了 那今天就大略的讲了一下 在申请美签 不幸被拒签以后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具体到每个人 每个家庭的情况呢 其实都是各有差异的 那这些就需要具体把握 细致分析了 建议呢 来咨询罗宾大叔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好了 今天的显卡赴美生子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接下来是罗宾大叔的广告时间 罗宾大叔可以提供 如下的收费服务 包括赴美生子 附加生子咨询服务 赴美生子 城市签代办服务 以及美国加拿大 十年旅游签证代办服务 还有瓦努阿图绿卡捐赠项目 瓦努阿图入籍捐赠项目 是全世界最经济 最快 最省心 最没有移民间的移民项目 另外还有 土耳其购房移民 希腊购房移民 爱尔兰捐赠移民 以及日本投资购房咨询的服务 可供选择 以上所有的服务和 罗宾大叔特别独家干货 都可以在 罗宾大叔的个人官网 3w.罗宾大叔的全评 点抗上看到 您也可以添加微信 82747970 82747970 向罗宾大叔本尊咨询服务详情 添加时请注明 获知微信号的渠道 和咨询的内容 谢谢大家